他覺得騎摩托車 是肉包鐵的事情太危險 他不讓我考也不讓我做 不是 你有什麼不行 你覺得摩托車很安全嗎 妳有騎過嗎 你有小孩嗎 不是 你一定要讓自己上路 因為你什麼 我跟妳講 姐姐 我跟妳講 如果爸媽管更嚴 小朋友一定會自己 可是我跟妳說 真的… 會怕兩瓜目的就搞燦 有些事情可以商量 這種事情一次都不能遇到 對不對 我講事實嗎 而且 一次都不能讓媽媽知道 對… 漂亮… 後來有駕照嗎 有 這禮拜去偷偷考駕照 我跟妳說 21歲開始考到 要考… 這件事情到現在我老公還不知道 來 第一條關鍵字 24小時請破丁人 母湯吧 母湯這應該是媽媽叮妳啦 對啊 妳想想看我 21歲到現在還沒有外宿過 是讀某可憐的事情 怎麼會 我頂多球隊宿舍而已 球隊宿 不是 我的問題是 妳家在台北 妳為什麼要外宿 妳告訴我 妳以為外宿 我們住在一起24小時 也不為過吧 對不對 有為過… 好 沒關係 沒有外宿過 沒有外宿沒關係 但是雖然沒有門禁 我19歲第一次去夜店的時候 跟球隊一起去得很開心 結果我們結束夜店去 要去吃信義區的涼麵之後 他跟我說 妳在哪裡吃東西 然後我在到哪裡接妳 接妳回家這樣 我也沒辦法續托 妳就直接接我說要帶我回家 1點半了耶 才1點半而已 晚上1點半了耶 不會 我有朋友女兒 她會喝酒喝到凌晨2點多 我剛剛用你說 生日 不是 憲哥 那個月都在生日 我也必須講 你們先都覺得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 其實我當年年輕的時候 一個晚上也是兩三趴 所以我多麼知道社會的險惡 所以我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自己要把自己的女兒保護 不能保護過度 太過度 我覺得該適時的放手了 放手 Energy的歌點起來 真的嗎 保護過度就對了 對啊 我18歲的時候跟他說 我想考駕照 他覺得騎摩車是肉包鐵的事情 太危險 他不讓我 他不讓我考也不讓我坐 安靜跟一起當學生 安靜出去 你怎麼不行 你覺得摩托車很安全嗎 你有騎過嗎 你有小孩嗎 不是 你一定要讓自己上路 因為你什麼 我跟妳講 姐姐 我跟妳講 如果爸媽管更嚴 小朋友一定會自己 可是我跟妳說 真的 會怕兩人刮目的住高燦 而且他會很嚴重 有些事情可以商量 這種事情一次都不能遇到 對不對 我講事實嗎 而且 一次都不能讓媽媽知道 對… 漂亮… 我朋友的小孩出過多少事 光是聽就已經聽過 不太多好 好像有一點音樂廢實 對啊 我只是覺得說 沒有非必要 為什麼一定要騎摩托車 其實坐車也很好 媽媽也會接送你 對不對 也是安全性很足夠 對不對 因為像我們家也是 我們家也都沒有門禁 但是我爸爸是計程車司機 隨時會來載摩 對 對 跟Uber一樣方便 後來有駕照嗎 有 這禮拜去偷偷考駕照 我跟妳說 20歲開始考到 要考… 這件事情到現在 我老公還不知道 而且最誇張的是 我必須講 你知道那天我開車帶他 然後他坐在旁邊 那個副駕的時候 他跟我說 媽媽 我覺得 我還是想要去考一下 他說我報名了… 我報名了機車駕照 我心裡想說沒關係報名還有時間 還可以小以大意 再跟他好好的溝通一下 殊不知才隔一週 他直接發訊息來 媽媽 我考上機車駕照了 我嚇唬耶 嚇到要快 才上個禮拜跟我說 這今天就來訊息 而且不是打電話來 是發訊息 說我考上了 騎機車 妳要現在電動摩托車那麼多 方便 妳要訓練平衡感 但是他下一句寫的讓我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對 我心裡想說 你把這問題丟給我 他很怕爸爸 因為爸爸也不準 我覺得是父母親這邊有問題 太過嚴苛了 太嚴格了 孩子去玩水妳都罵他 有一天溺水的時候妳就知道